花林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在2020年12月开幕之后 吸引了各地单位来到学校参访 1月7号是由远从澎湖来的农与业局 以及玉林镇长梁社区保养协会干幕到学校来参访 看到学校透过野菜保种计划 最正贵的是把部落先人取自于山林的智慧给拿出来完整收纳 严谷加上创新 让新一代年轻人可以减而易学减而易懂 学习自己采集上天赐予野菜的智慧 也希望把这样的精神带回去给社区 花林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在2020年的12月开幕之后 吸引各地来到学校参访 那澎湖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渔业最长的底线 但是我们其实也是有农业的 那为了要让我们的青龙们能够更了解整个农业发展 它的一个利基点以及未来的发展 所以听说花莲有一个野菜学校就特别来这边建议 1月7号远从澎湖农渔业局以及玉里镇三米社区发展协会干部们来到野菜学校参访 看见学校透过野菜保种计划保存起来 最珍贵的是把部落先人取自山林的智慧拿出来 完整的收纳起来 严谷再加上创新 让年轻一代的年轻人更加的见而易学 见而易懂 学习自己采集上天赐予野菜的智慧 希望把这样的精神带回去给社群 我主要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野菜学校的这个概念 跟我们的社区做结合 让社区可以把这个课程 吸收融合在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生活课程 野菜学校初期是以展示为主 包括台湾特有的超级食物游芒 还有多种原住民族食用的豆类野菜的种子 都在这里陈列 让民众了解原住民族食的文化 还规划DIY野菜园等等 供游客来体验 记者高收窗综合报道